他在我来这里,他在我来这里看店,帮我看 那你来买,也是住在这里的 我喜欢这里,但是睡太高 法律太多 法律就是,他没这么喜欢亚洲人 然后一直跟你睡着,你家上来 对,他说,这个不行 我跟他们吵架 我说,你们不喜欢人家来做生意 就是美国没有工作的 那你怪我们是,我们拿你们的工作 我们亚洲根本是做生意比较多的 是不是,白人没做什么 以前这里都是白人,你看没什么 只是我们搬来这里,就有生意的 以前好像没什么 没人啊,都没人做生意 你看春岛城也是一样 好像三分之一 这种地方,说实话,真的还不如我中国我住的地方 我在中国,在这个地方 房子都比这边贵几倍,几百万房子 在中国? 对,现在好,听说 中国非常好了 现在房子很贵了 好像还比这里贵了 地铁都开到我家门口了 很贵啊 对 对 我一个朋友他在香港那边 一千多万房子啊 对 两百万美金一套 我说你们整天太麻烦了 跟你们没这么喜欢 人家来这里搬 来这里做工 来这里住 你太种种族鬼 就是美国打了 我一直说我不怕了 对啊 因为现在美国已经怕中国了 我怕他干什么 对啊怕他干什么 现在中国很厉害了 对 中国现在国家很厉害了 中国现在很多钱啊 钱厉害 现在美国捐了多钱 你知道吗 混蛋了 现在中国报道 你美国一个航母啊 开到中国南海去啊 中国只要三辆飞机啊 打弹下去 你撑下去 打弹 可以核打弹啊 核武器啊 这么发达 他如果只要三个飞机飞出去 我弹打下去啊 你这个就撑了 这么厉害 不是现在美国没有钱了 他想要做Olympic 没有钱 他一百年以后也不能开这么大 以前中国开那个 是不是 证明是 是谁厉害了 是谁厉害了 发达了 对 现在他 他想要Boston做欧运会 但是他是cancel 因为没有钱 没有钱了 没钱 证明是你混蛋了 人家说做就做啊 中国太多钱了 知道吗